女上司怒斥我上班看小电影 我一摊手 这是我未婚妻家监控 女上司看着监控画面一愣 这奸夫怎么那么像我男朋友 今天是我升任副总的日子 可我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手机里的监控画面 简直让我如遭雷劈 我的未婚妻寒露露 此刻正穿着马油黑S袜和性感内衣 坐在一个年轻男人的怀里 他们激烈地拥吻 而后滚到了一起 不知天地为何物 我头上的美式前刺 突然就有了颜色 怒气翻涌下 我拿起车钥匙就准备杀回家 谁知女上司宋志义 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里 她瞥了我手机一眼 然后插着腰压低声音骂我 林放 上班时间你敢看小电影 上任第一天就给我偷懒是吧 我没有啊 你看你手机上 一男一女在干什么 还敢狡辩 我心如死灰的一摊手 这是我未婚妻家监控 她怒视我的美目瞬间转为同情 但是当看清监控画面后 她愣住了 这奸夫 怎么那么像我男朋友 开车带着宋志义 回家捉奸的路上 我们俩一路尴尬无言 我脑海里 竟是跟寒露露的过往 我们原本是异地恋 但是因为她一句 不想在两地分居 我就抛下原有的视野 奔赴千里 来到她所在的城市 选择丛林开始 可她的父母嫌弃我家 只是小康家庭 没有背景 常常对我冷嘲热讽 第一次上门时 我带了很多昂贵礼品 她父母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没留我吃饭 倒收下了礼物 我看在寒露露的份上 决定宁忍些 后来 我就开始不分白天黑夜的努力 而寒露露消费习惯不好 总喜欢大手大脚 超前欲知 家里的橱柜里 挂满了远超她消费能力的奢侈品 但是我不怪她 只觉得 女孩该被抚养 是我自己能力弱 没办法满足她 于是我更加拼命 即便陪客户喝刀未出血 我也咬着牙没有放弃 好在努力没有被辜负 我今天终于坐到了副总经理的位置 可惜 我刚想跟寒露露分享生殖的喜悦 就被她这当头一棒 砸得有些发忙 我查看她家里的监控 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偷窥欲 是因为她亲口跟我说 她这几天要出差 而且她父母也外出去旅游了 所以叫我暂时不用去她家 可她忘记了 她当初为了让我照看家里的猫咪状态 曾让我连接她家里的监控 我原本是想看看猫咪是否有粮 不想却看到了这种画面 思绪渐渐收回 车也已经行驶到寒露露家楼下 我带着宋芝义上了楼 输入密码后 门开了 一双看起来价值不菲的男士 手工皮鞋和红底高跟鞋堆在一起 颇有暧昧意味 就如同韩露露和宋芝义的男朋友 现在正堆叠在沙发上那样 韩露露见到我 慌忙用毯子盖住了身体 一张脸瞬间变得煞白 林芳 你怎么来 话还没说完 就被宋芝义打断了 她连门都懒得尽 只低着头看表 一副闲脏的表情 张剑 谢你一分钟内 给我滚出来 相较于韩露露 那个张静的确表现得更惊慌 她见到宋芝义 就如同老鼠见了猫 她手忙脚乱地套上衣服 连底裤都来不及穿 在经过门口时 她心虚地看了我一眼 刚想灰溜溜逃走 就被我一拳打翻在地 我面无表情地 吐掉嘴里的烟蒂 朝门外喊了一嗓子 宋总 不好意思 麻烦你稍等十分钟 我开始跟这孙子缠打在一起 见我沾了上风后 韩露露竟表现得一脸心疼 她开始哭喊着 对我又挠又踹 你不许打她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对张剑 我用腿摁住张静 抬起头来 好笑地看着韩露露 你做出这么不知廉耻的事 还有脸问我 有没有资格 她被我的话刺痛了 苦笑出声 我不知廉耻 我的两个堂姐妹 老公都是大老板 只有我的男朋友 没完没了地加班 陪客户 混了好几年 却只不于部门经理的位置 年薪不过三十万而已 要想买个像样的房子 恐怕都需要我 跟你一起还房贷 我爸妈说得对 我不应该 跟你过眼望到头的生活 你给不了我陪伴 也给不了我金钱 但是这些张静 都能满足我 因为 她就是你们公司 即将空降的副总 我顿了几秒后 失笑一声 她是副总 那我是谁 张静瞬间心虚地低下了头 宋志义正了正 然后不可遏制地笑出声来 韩女士 你恐怕不知道 临放才是 宋总 我看着她摇了摇头 是以为没必要说下去了 看见韩露露满腹委屈的样子 我突然觉得好没意思 即便告诉她 我升职了 又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我松开了手 我擦了把脸上的血 深深地看着她 好 很好 既然你这么委屈 我们分手吧 韩露露愣住了 她似是没想到 我会这么痛快地做出决定 宋志义对着 被打得眼神涣散的张静 清脆地甩了一耳光 看什么看 十三点 我们也分手 张静慌了 她顾不上韩露露忧怨的眼神 一把拽住宋志义的裙脚 志义 你听我解释 韩露露气得要命 但她似是不敢朝张静发脾气 只能温声道 阿静 你挽留她没有用 你以后虽然在她手底下做事 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向她摇尾起怜的 他们俩这么狠心的要分手 肯定是一早就勾搭上了 我刚想开口争辩 宋志义就一把挽住了我的手臂 她微笑道 你既然这么说 那咱们四个重新洗牌 我们俩 就勾搭给你们看 话音一落 她拽着我下楼开车绝尘去 张静和韩露露瞬间傻眼 宋志义带我去了医院 她有条不紊的帮我挂号 问诊 拿药 看起来丝毫不像刚失恋的女人 我不解的看着她 你难道不伤心吗 她大手催花般用酒精棉球 奔在我的伤口上 一副好笑的表情 伤心 伤心都是人吃饱喝足后放的闲屁 男人 没了可以再找 钱没了 我是真受不了 你知道我耽误一个小时 要损失多少钱吗 我每天忙得要死 才懒得为软饭男伤心 今天我们俩 已经浪费了三个小时零二十五分钟 你晚上加个班 咱们再把方案细化一遍 我已经跟总部下了军令状 两个月之内 必须牵下蓝星的大单 说吧 她踩着恨天高消散离去 留我一人疼得呲牙咧嘴 果然 忘记失恋伤痛的最好办法 就是被资本家压榨 我真觉得 如果自己有一天过劳死掉 那么我的尸体上 一定插着宋之义的高跟鞋 话虽这么说 我却已经快速起身跟了上去 既然情场已经失忆 那么 职场我一定要混得风生水起 两个月内 我必须跟宋之义 一起拿下蓝星的大单 晚上我和宋之义挑灯夜战 把方案又细化了一遍 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后 我们俩终于暂时松了一口气 宋之义叫我开车送她回家 许是因为近期压力过大 一走进家门她就一头扎进了沙发里 就好像疲惫的女战士 瞬间卸下装备 林放 陪我喝几杯吧 就当庆祝我们今天都摆脱人渣 并且完成了方案 话虽如此 她声音却闷闷的 完全不负白日里 那副铁娘子的样子 我知道 她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的 于是我硬了下来 好 可我没想到 这一夜之后 我们俩命运的齿轮会就此开始转动 昏暗的光影下 房间里的一切都变得不太一样 宋之义长得很美 我是知道的 可是在灯光和轻音乐的加持下 她乌发红唇的样子 变得更加绝艳生动 那头海藻般的长发 几乎要压踏踏鲜细的腰肢 延伸到夜色里 她喝完酒后 有一种小女孩的娇憨 白日里她虽然说要跟我勾搭在一起 但是我知道 她是为了弃张警 所以 我此刻也并没有多想 直到她突然凑近来看我受伤的脸 痴痴地笑出声 你还别说 战损版灵放还挺帅的 女人身上佛手杆 混着白色香的味道 顿时环绕在我鼻息间 那是冰川美人般的极静冷香 丝丝缕缕的 像触手般 勾人得很 我此刻也有些发愈 但最后我还是别开脸 把她扶到沙发上 你喝醉了 早点睡吧 我先走了 她不知在哪里生出来的力气 一把揪住我的领带 说好了 我们四个重新洗牌 他们俩既做了一对 那咱俩也来凑一双 我想往后躲 你现在头脑不清醒 她静静地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 我不清醒 你前女友不是诬赖我们 早就勾搭上了吗 那我们 就坐实了去 我正了正 可是 嗯 还未等我说完 她的手臂攀上了我的脖杠 我历时心跳如雷 一日 我一早醒来时 身边已经没了人 如果不是怀里 还残存着一缕佛手甘香气 我都快以为 昨夜只是我的一个梦境罢了 我一扭头 发现床头柜上 放着几大钞票 和一张字条 几个漂亮的字 赫然出现在眼前 这是你昨夜的酬劳 我笑了笑 这女人是把我当鸭子吗 此时 手机上突然谈来宋志义的微信消息 你上班路上帮我买一件贵重些的首饰 我下午要送给蓝星李总的太太 后面我会给你报销 买完后一个小时内到公司 速度点 我无奈地摇头 她还真是无情 一转眼 又变成了雷厉风行的女上司 我驱车到珠宝店里 按照宋志义发来的尺寸 挑好了一件翡翠手镯 店员微笑着夸我 这种橙色的手镯 只剩一条了 您真有眼光 价格是三十万 请问 您怎么支付 我刚要刷卡 一扭头 就撞上了张静和韩露露 一看到他们 昨天那些画面 就又浮现在我眼前 我心里虽不畅快 但是也懒得 再跟旧人纠缠 不想张静到率先发难 她虽挂了彩 却一脸挑衅 这里随便一条镯子 能顶林经理一年的工资了吧 如果没有钱 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吧 我发现 似乎离了宋志义 这座五指山 她的气焰就陡然升高了许多 至于韩露露 她见到我后 起先神色十分不自然 但看到我脖子上的痕迹 以及我挑中的镯子后 她眼底明显闪过一抹痛色 她负气地 一把胯上张静的手臂 阿静 我们也去看看镯子好不好 张静脸上露出难色 但为了面子 她只能硬着头皮 走向柜台 我看这些都很一般 唯一一条橙色好的 还被某些人截足先登了 说着 她指了指我 一脸的不屑 我看着她那副样子 心里突然生了恶趣味 宋志义跟我说 张静只是个吃女人软饭的小白脸 她之所以出轨 也许就是因为 在宋志义面前弯腰久了 想在别的女人面前 找到一点男人的尊严 所以她才在韩露露面前 假装我们公司副总 当初她花的是宋志义的钱 出手十分阔绰 这才没在韩露露面前暴露 既然她刚才口出不逊 就别怪我下她的面子 于是我大方帝把那条镯子让给她们 微笑道 既然你觉得不错 我就让给你们好了 不过区区三十万 对张副总来说 是小意思 张静傻了眼 我谢谢你啊 她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不自然的样子 引起了周围客人的侧目 韩露露没说话 眼睛却紧紧地盯着那条镯子 店员实在是人惊 她怕这单黄了 立马阴切地拉着韩露露时代 您看啊 您的手又细又白 人长得又漂亮 正应了那句只若萧葱根 口若寒朱丹 再戴上这条手镯 简直是锦上添花 更好看了 拥有这样一条翡翠手镯 应该是很多女孩子的梦想 真羡慕您 拥有这样大方体贴的男朋友 来帮您实现愿望 这蛇灿莲花的功夫 实在让我叹为观止 韩露露现在已经被夸得 头重脚轻了 她摇了摇张静的胳膊 那眼巴巴的样子 就差把想买两个字 写在脸上了 现在的张静 无异于被架在火上口 她被捧得这么高 只好肉痛地掏出几张信用卡 刷吧 只可惜 店员连刷了好几张卡后 钱都不够 先生 不好意思 您信用卡的额度好像不够 周围的人 瞬间变得十分别有异味 一副看戏的表情 韩露露尴尬地瞥了我一眼 而后不可置信地看着张静 怎么回事 你的卡怎么可能没有钱呢 张静急躁地翻着包 你只需要知道 我买得起就行 别在一旁锅噪好不好 韩露露委屈地闭了嘴 终于 张静翻出了最后一张信用卡 咬牙切齿地拍到收银台上 我就不信还不够 给我刷 第一 随着刷卡成功的声音 张静松了一口气 我笑着摇了摇头 转身离开了 韩露露如愿以偿地 拥有了翡翠镯子 可她好像并没有很高兴 只是望着我离去的方向 默默地发着呆 我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公司 宋志义鼻子都快气歪了 东西呢 其实我一见到她 昨晚的场景 就像过电影一样 浮现在脑海里 就连心跳都没出息地 快了鸡拍 但宋志义可是铁娘子 她断然不会为了私事影响工作 如今她看我 就跟看一颗大白菜 没什么区别 于是我迅速调整状态 乖乖地给她下军令状 买翡翠有什么意思 山人自有妙计 今天下午 我代替你去见李太太 一转叫她高兴 然后把我引荐给李总 她还着胸看我 好 但愿你不要叫我失望 晚上九点 我回了公司 手机里已经成功添加上 李先生的微信 宋志义拍了拍我的肩膀 眼里满是赞许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筋疲力尽地倒在老板椅上 李太太是喜欢翡翠不假 但是所有对手公司 都在这上面下功夫 咱们再送 就没什么意思 我打听到 她是个迷信的人 于是我陪着她 爬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山 到寒山寺求了个上上签 她高兴得很 立马带我见了李先生 李先生看过我们的方案后 赞不绝口 如果他们公司高层 都觉得没问题 近期可以商量着签合同啊 你怎么确信 一定会求到上上签呢 我勾唇一笑 因为那个桶子里 只有上上签 宋志义笑着锤了我一拳 你怎么这么急贼 四 我捂住被锤的地方 青丝出声 怎么了 宋志义慌忙掀开我的衣服 一块阴血的纱布赫然贴在胸前 他被吓了一跳 为什么受伤都不说一声 这是怎么搞的 下山的时候 身边有个小孩 差点滚下去 我拉了他一把 自己就摔倒了 胸口 正好滑蹭到了一块尖石上 不过没事的 已经去医院包扎过了 宋志义看着我叹了口气 如果不是被我发现 你难道就不说了吗 你以为自己瞒得过去 可是等晚上睡觉时 我也会看 话说到一半 气氛变得有些微妙 宋志义的脸 微微泛了红 我发现 宋志义在公司里一本正经 可一回到家 就跟变了个人一般 实在是太割裂了 他说是为我上药 可手却一点都不老实 我闷哼一声 笑道 医护人员要是都像你这样上药 早就被投诉了 他笑眯眯地 把头歪在我膝盖上 只可惜啊 你投诉无门 只能乖乖忍受我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我和宋志义 白天在公司认真工作 晚上回到家 就开启 酿酿酱酱的美好生活 我俩都是洒脱的人 不会为了往事 跟自己现有的幸福过不去 原以为 生活不会再起什么波澜 直到有人来应聘 我的秘书岗位 人事经理初步面试后 我来进行最终面试 可是当面试人员推开门后 我们两个人都愣住了 来面试秘书的人 竟然是寒露露 看到我的一瞬 他还没反应过来 我就是副总 他甚至还以为 是我纠占雀巢 胆大包天地 坐了上司的位置 林芳 你怎么坐在张副总的位置上 他人呢 张副总 我低头轻笑一声 看来张静的谎话 还没有被揭穿 这时 正巧运营部经理进门 林副总 我这里有个文件 需要您签一下字 韩露露愣住了 他不可置信地指着我 朝运营部经理问道 你刚才管他叫什么 林副总 对啊 运营部经理 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 韩露露像是不死心般 继续追问 怎么可能 你们空降来的副总 不是叫张静吗 运营部经理 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他摇了摇头 张静 什么副总啊 他不过是我们运营部专员 而且早就因为工作不认真 被开除了 韩露露崩溃了 他苦笑了一声 眼角寒泪 原来 你才是副总 可是你既然升职 为什么还要瞒着我 我和张静像小丑一样 扬向横出的时候 你和宋志义 是不是在心里嘲笑我们 运营部经理 见状况不对 时序地退出门去 现如今 我看到韩露露落泪 心里已经没有任何波澜 所以 我连眼皮 都懒得掀一下 怎么 这一切都变成我的错了 这时 宋志义推门走了进来 他麻利地在我办公桌上 抽走要用的文件 扭头瞥了韩露露一眼 临放升职的那天 是3月15号 他原本是要给你个惊喜的 只可惜 你没给他机会 3月15 韩露露口中喃喃着 脸上逐渐出现懊悔之色 那不正是 宋志义点点头 对 正是你和张静被捉奸在床的那一天 说着他踩着高跟鞋离去 韩露露咬着唇看我 眼眸里尽是痛意 那个眼神 分明是在质问我 怎么敢真的跟宋志义在一起 可惜 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他耗下去 我一会还有会议 现在 我们开始面试 第一个问题 请问你是否有相关工作经验 韩露露的泪水 在眼眶里打转 你跟宋志义 是不是在一起了 我无视他的眼泪 继续问第二个问题 请问你对本公司的了解有多少 他捂着脸 乌液出声 林芳 我没有办法 我是迫于家里的压力 才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我气定神闲地喝了口茶 最后一个问题 你对自己以后的职业生涯 是怎样规划的 他摇了摇头 林芳 你一定要这样对我吗 我啪的一声和尚简历 推到他面前 然后静静地看着他手上 滑光流转的翡翠镯子 我的问题问完了 不好意思 你的最终面试结果是 未通过 韩露露甩了张静 他还在各个平台上发帖 痛斥张静假装高管 将他的伪装撕了得稀巴烂 两个人还为了争夺那个翡翠镯子 打了官司 总之 两人闹得很难看 我原以为韩露露 就此会在我的生活里消失 没成想 自打他得知我升了副总后 就开始对我阴魂不散 他每天带着亲手做的早餐 在公司门口围堵我 我不堪其扰 直接拉着宋之意出了个差 可几日后 回家打开房门 他竟然正坐在我家沙发上 我被吓了一大跳 不是 你来我家干什么 你经过我允许了吗 他一脸忧怨地看着我 然后塞给我一袋东西 美其名曰 说是要把我送过的礼物还回来 可我一瞧 他拿来的都是一些琐碎的小礼物 譬如用过的口红 帽子 以及我亲手做的手工品等等 至于那一大堆名牌包和首饰 他是一个也没带回来 我看着那个断了吃的手工蝴蝶 以及破损的不成样子的永生暴力熊 心底一阵悲凉 原来 我当初精心准备的手工礼物 他根本就没有用心保存 我那些在繁忙工作之余 挑灯夜战准备惊喜的心意 原来不过是感动自己 但是 此刻我并没有伤心 只是觉得自己当初太蠢 识人不清到这种地步 我还没说什么 他倒是看着我白衬衫上的唇印 眼圈渐渐变红 我在这里等了你一整天 说实话 还礼物不过是借口 我就是想来当面问一问你 为什么才跟我分手 就无缝衔接 我们之间感情破裂 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错对吗 哈 这倒打一爬倒真是厉害 我默许地点点头 嗯 是我错了 听到这话 他还委屈地撇撇嘴 说吧 你错在哪里 我垂着眼笑笑 然后把他推出门外 一把降门反锁 我错就错在 没早点把房门密码改掉 寒露露顿了大半天 待反应过来后 他气到变音 哭喊着 踹了一脚房门 林放 混蛋 你竟然这样对我 你会后悔的 我想到 韩露露大概不会就此罢休 可叫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竟然把矛头对准了宋志义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 我和宋志义每次出行时 都总觉得 有一双眼睛在暗处偷偷窥视我们 我们为了跟蓝星合作的事 忙得头脚倒悬 所以 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 直到公司团建那天 那天晚上 公司内的员工齐聚在一起 蓝星的李总也在受邀之列 我们打算在活动最后签订合同 正当大家聚精会神 看向讲话的李总时 原本该放映大家 京城协作画面的幕布 竟开始轮播宋志义 被偷拍的照片 其中 大部分是我和他 一起出行的画面 还有两张较为刺目的 一张是他跟张静的情侣合拍 另一张 则是他跟一个挺着皮九度的 富泰男人的照片 他们拥抱着 看起来十分亲密 李总见到这画面 瞬间沉默了 台下的员工们 则躁动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全是宋总的照片 而且是跟不同男人在一起的 照片上的老头 可是金融圈大鳄 江老 怪不得宋总年纪轻轻做了老总 原来是背后有人晴天照着他 嘘 小点声 你不想要自己的饭碗了 大家议论纷纷 低声交谈的火热 可事件的女主角 却顶着众人探究的目光 淡定地戳着红酒 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我看到这些照片的第一反应 就晓得 是有人要故意搞事 可我刚想上台控制场面 就被宋志一拦下了 他面上虽笑着 眼底却擒着冷光 你现在上去做什么 你不让别人把戏唱完了 可不是要把人憋坏了吗 好吗 皇上不急太见急 我心里虽然替他不安 但看着他胸有成竹的样子 只好作罢 就在此时 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女人上了台 可即便他装扮成这样 我也依旧认得 此人正是韩露露 只见他抢过主持人的话筒 吃笑着 看向台下的宋志一 不知道宋总看到这些照片 是什么感想 你私生活这样混乱 别人怎么敢跟你这样的人谈合作 他一露面 台下更加躁动 这人谁啊 竟然在这么重要的场合来捣乱 他呀 是林副总的前女友 听说被宋总无缝衔接了 怪不得 直到此时 保安才后知后觉地来感人 宋志一却抬手拦下了 没关系 你们让他把话说完 韩露露不愤地甩开保安的手 看向李总 李总 您看到了吧 宋志一就是这样的人 他先是包养小奶狗 然后无缝衔接我的前男友 现在又插足商业大恶的家庭 做小三 你跟他合作 岂不是把自己的公司推进火坑吗 李总的脸色已经变得十分难看 他看着我和宋志一 宋总 林副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总别急 听我解释 宋志一丝毫不慌 他气定神闲地走上台 笑盈盈地看着韩露露 继而看向台下的人 我原本是不愿意把自己的私生活 被放到大家视野中的 可是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我必须要出面 将事情讲清楚 不能因为我的私事影响两家公司的合作 首先 关于韩小姐说我包养别人 我觉得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每个人都有谈恋爱的权利 不能因为我和前男友财力悬殊 就被扣上这样一顶帽子 我觉得 我们之前的关系 很合理 其次 韩小姐 说我无缝衔接林副总 破坏了你们的感情 那么好 请问 你是否需要我展开说说 你们分手的真正原因呢 韩露露顿时心虚了 他吞了吞口水 不死心地指着宋知义 跟大恶的拥抱照片 那这个呢 你贪负好 做小三总 无可辩驳吧 宋知义轻笑一声 女儿跟爸爸拥抱 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台下一片哗然 啊 宋总是江老的女儿 之前怎么没听说过 江老在婚之前 好像是跟前妻生过一个女儿的 只是人家很低调 一直没爆出来是谁 其实 我也是昨天才无意间得知 宋知义的真正身份 到了这个时候 我必须帮她证明 于是我悄悄给江老置了电 此时 台上的韩露露 还在出言讥讽宋知义 怎么可能 你们一个姓江 一个姓宋 怎么会是妇女 宋知义笑道 不好意思 我是跟那妈妈的姓 李总一脸激动地看着宋知义 你 果真是江老的女儿 宋知义正要回答 正巧手机响了起来 来电人 正是江老 宋知义大大方方地打开了扬声器 一道苍老却浑厚有力的声音传来 怎么样 乖女儿 跟蓝星的合作谈拢了吗 宋知义欲言又止地看向李总 李总合时过来电号码 跟自己手机上所存江老号码一致后 立马痛快地签了合同 韩露露不可置信地喃喃着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宋知义脸上笑意愈发璀璨 一切顺利 公司与蓝星的合同顺利签订 我和宋知义决定 一起去云南旅游 我们在尔海苍山 在百花盛开的时节 赴了一场浪漫的约 我们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奔跑大笑 这些天的压力一扫而空 可当我们被好风景收买时 另外两个人过得好像并不顺意 韩露露上次在公开场合 诽谤宋知义 并且闹市扰乱活动现场 最终被警察带到橘子 蹲了好几天才放出来 谁承想 他刚回家 就看见张静蹲守在自己家门口 当初为了给韩露露买翡镯子 张静刷爆了所有信用卡 再套不出一分钱 后来他不止一次地 跪在宋知义家门口求和 宋知义直接叫来安保 将他赶走 他如今算是彻底穷困潦倒了 所以 干脆赖在韩露露家不走了 吃喝拉撒都在那里 他过惯了手心向上的日子 所以不愿意再找工作 每天只会抽烟喝酒打游戏 把家里倒得乌烟瘴气 韩露露父母不堪其扰 崩溃至极 想要报警 张静就拿自己跟韩露露的私密照片相威胁 因此 他们一家三口厨对着哭 没有任何办法 得知我生之后 韩露露父母追悔莫及 他们殷切地打电话给我 态度简直是180度大转弯 林芳 叔叔阿姨不知道你这么有出息 能走到副总的位置 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邀请你来家里吃一顿饭 算是表达对你的歉意 当初我们被猪油蒙了心 露露也是的 做出那种对不起你的事 你不知道 他现在每天都躲在家里哭 我们都快被那个王八蛋张静折磨死了 我静静地听着 最后只说了一句话 恭喜叔叔阿姨千挑万选寻得家序 挂断电话后 宋之一又拉着我去看海 他闭眼感受着碧海潮声 轻声道 雨落不上天 覆水难再收 他们犯了错 别想再回头 我揽住他的肩膀 索性 历尽千番后 真正适配的人走到了一起 他抬眸与我相视一笑 此时此刻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 我们相互依偎的样子 就是天地间的佳作 好